国发会在脸书上po出七张珍贵黑白老照片 照片中是一座滑雪场 许多人穿着齐全的滑雪装备 踩着雪橇悠闲滑雪 这个地点不是在国外 而是在台湾的南投河欢山 海拔3100多公尺的河欢山上曾有座滑雪场 场地相当大 在60多年前 河欢山每年冬季都会有两个月的积雪期 地形和坡度都很适合作为滑雪场地 是当时政府在开辟东西横管公路支线时发现的 因此成立了武岭寒训基地 训练国军们滑雪雪地求生和战绩 珍贵照片一po网引发热烈讨论 有人po出父亲当年的滑雪照片因资焕发 还有气象专家彭启明也留言说 我父亲在将近53年前当兵在那受雪训 说准备反攻大陆要从东北打起 而河欢山滑雪场不只给军方训练 1963年在林务局的支持下 还成立了中华民国滑雪协会 推动雪上运动 河欢山就是当时救国团举办东令营的首要场地 并且还在东风到松雪楼这段距离 配件了400公尺长的雪场缆车 松雪楼旁还有滑雪训练中心培养选手出国比赛 只是近年来因为气候变迁地球暖化 河欢山的积雪越来越少 已经无法在滑雪场上进行军方的寒地训练 特战队只好改在高山的积雪山壁进行 军方寒训转移阵地 再加上出国滑雪越来越方便 因此台湾第一座滑雪场就此销声匿迹